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核肥菜被称为是芦州菜 是灰菜的五大代表菜之一 也是安徽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着远远流长的历史 核肥菜它讲究火候 注重的是色香味的浓 下面就赶紧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核肥美食的味道醇厚 香气四溢吧 核肥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 每个老核肥人心中都有一个魂牵梦淫的味道 有的美食已经消失在快节做的浪潮里 有的还隐藏在寻常巷漠之中 这样的味道总是在不经意间萦绕心间 让人难以忘怀 上面三个点底下一个否 这个字读雷 那么雷阶是目前安徽省规模最大 最具特色的街区和夜市 雷是流行于商代晚期和春秋中期的一种大型的成酒期和礼器 喝酒的时候要因而尽 那核肥人也把这种风俗称之为炸雷字 雷最早出现在三千多年前 由彭自远方来带他去雷街 这就是雷街在合肥的地位 合肥人招待客人从不吝啬美酒好菜 饮酒也必须尽兴 那在合肥什么样的美食是必吃不可的呢 合肥美食里面臭的比较多 好吃的你可以去找那种长毛的那种 合肥的美食我觉得腌制的比较好吃 有流传好几百年的美食 有很多我觉得都很不错 去找找流传上千年的美食挺好吃的 合肥好多美食都跟名人有关 臭的 长毛的 腌制的 百年大菜 千年大菜 还都和历史名人有关 这究竟是些什么美食呢 记得决定先在雷街里逛逛 然后再去寻找 雷街室外有条雷家巷 大大小的巷子有个五六条 大家看这一面墙上画的是陕西沪县的农民画 前面有好多人在排队 你在排队买什么 买的烤面你还有一豆瓶 雷家巷全国各地和国外的美食集聚 各类小吃也是不少吃货的心头爱 前面惊现超恐怖的泰国昆虫宴 浮宫 蚂蚱 蚱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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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蚱�蚱蚱 人的感觉新鲜嘛 得想尝尝鲜 大青菜叶子上爬的那个菜虫 味道 然后好香好香的 这个情绪我要酝酿一下 从哪下口呢 干脆我来一个鲜子花的大钳子吧 有点难咬 很硬很硬的这种 有点像直接吃那个蟹钳的感觉 您再看这点 热气腾腾的火炉上 烤着的是猪皮和猪蹄 滋滋啦啦的冒着油 再加上各种调料 只看着人垂涎欲滴 口水直流啊 这个要烤多久在火上 要烤个15分钟左右吧 是要先卤出来吗 对 是的 刚烤出来这个猪皮 你看它还在滴着油啊 它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 入口即化啊那种感觉 再来尝一下这个烤的猪皮 完全不会顾忌说 吃这个猪皮啊 它很肥很腻啊 外焦里嫩 在雷街除了雷家巷 还有个雷家村 据说绝对是吃货的天堂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雷家村人声鼎沸 热闹非凡 香气生腾 合肥本地大江南北 淮河两岸的特色知名小吃 正在这里大联欢 小吃比较多的一个地方 来的话也是图一个新鲜 可能每次来都可以吃一点 不一样的东西 烤滑汁蛮好吃的 特别的复古 怀旧特别喜欢 没吃过的小吃都想上一遍 挺好的 就是小吃什么各种都有 雷家村把众多的美食 集合在一个村子里 您看这小小的黄山烧饼 就盛行于古辉州一带 用当地特有的梅干菜 或者肉松 香葱核桃做馅 包入酥皮中 再经过半小时备烤 形如螃蟹贝壳 色如蟹黄 所以又叫蟹壳黄烧饼 梅干菜馅 还可以做成更薄一些的 薄金脆烧饼 我们这里叫烧饼 灰州地区叫它果 奇怪的名字叫果 这种脖子是改良果的 它会在梅干菜里面 加各种各样的口味 比较有时代感 现代感的那种口味 就比较时代感 对对对 最薄的要属这个薄脆烧饼了 在面团里加入适量的 梅干菜肉馅 像包子一样收口 捏紧底部 用擀面杖擀成薄饼 擀得越薄 烘出来的饼就越香脆 听到了吗 这个脆 可是芭芭脆的 能透亮着 知道我嘴里 这个梅干菜 已经成了那种焦香 再加上这个饼的薄脆 黄山烧饼旧有梅干菜的 沉香 猪肉的鲜香 香融交织 让人欲罢不能 而江淡一带 快制人口的另外一道特色美食 蒲子巴巴 更是承载了 鲜为人知的千年文化信息 蒲子巴巴 主要用青蒲 大米 磨成的粉和腊肉 混合在一起做成 再到油锅里炸三四分钟 蒲子的草类清香 立刻弥漫开来 安徽晚兰一带的 这种皮 都有这种做法 外面是脆脆的 酥酥的 它有一股野草的清香和药香 融合了大米的清香 同样都叫巴巴 同样也源于骨灰粥 这个摊位的巴巴 却在灰粥果的基础上 加以了创新 它特点就是皮薄馅多 皮大概有多重 大概有三两种 包了多少馅 包了有三两的馅 巴巴馅取材广泛 有雪菜 姜豆 萝卜 豆腐干 竹笋 猪后做肉等 将馅用面团包好后 用擀面杖推擀成圆形 之后使用大平底锅以油煎熟 里面的馅料非常的丰富 搭配合理 是有严格的馅料和面的配比的 比如说面三两 馅三两 竹笋六千 香肝六千 姜豆四千 萝卜四千 雪菜四千 再加上猪后做肉六千 外酥里嫩 一点都不油啊 在老合肥人的记忆中 一碗香气四溢 不油不腻的 面部猪头汤 再加一个外酥里嫩的烧饼 吃的人汤饱度圆 那才叫快活自在 难怪卖烧饼的攀主极力推荐呢 猪头三方上的肉 大火炖出来的三四个小时 各家熬制出来的 把油打掉 你把油打给你 这就喝不下了 猪头汤保留了猪头上细嫩多肉 口感舒适的部分 经火慢熬 出锅的汤上撒上一圈香葱 香味四溢 味道醇厚 没地儿了 我得找个地儿 都做满了好像 太热闹了 这个小吃城里面 坐无虚席啊 现在才六点钟左右 美女能借一下半张凳子吗 坐一下 好 谢谢 先来尝一下猪头肉 香而不腻的猪头肉 再加上这样一个 清清爽爽的猪头汤 尝一下经典的吃法 是绝配咯 再来一碗 用剑泡后的稻米 做成米浆 在平底蒸笼上面 垫上一块纱布 均匀地咬到平底蒸笼后 双手匀开米浆 使之厚薄铺开 再在米浆上面均匀地 撒上一层佐料 十分钟出锅 表面鲜香油亮 加上浓香的佐料 这个看起来像薄饼一样的小吃 它的名字却叫做气膏 特有的一种枣道品种做的 它加上我们自己酿造的酒 研磨成末 然后经过一夜的发酵 蒸制而成 其实我觉得无论它是叫饼 还是叫气包 好吃才是应道理 刘宏盛是老合肥人心中的美食地标 始创于1873年 距今已有140年的历史 东姑鸡脚是刘宏盛之头牌 现在东姑虾脚更接地气 用薄的透亮的面皮 包裹上一个大虾仁和肉泥 捏成猫耳朵状 入废水锅煮熟 碗里才放入滚火炖了三四个小时的老母鸡汤 你是每年要卖饺子能卖多少啊 我们这个每年卖饺子是三百多万碗 有时候来的吃很的就都不够卖 一碗飘满油花的鸡汤 承载着风味独特的东姑虾脚 并非饺子造型 而是馄饨派头 在雷家村吃小吃 好像随时都得找地儿做 好多人呢 现在是半点 走了三四条小街了 这儿有地儿没凳子 你看这个在南方 明明是叫馄饨嘛 但是在河北 人家从一百多年前 都已经开始叫东姑虾脚了 那么路香随俗 来一口饺子 一口咬开是整个的大虾仁啊 雷家村里的美食太多 让你眼花缭乱 几乎无从下口 一旦开始又根本停不下来 你再看这个一根面 面团做好之后开始搓条 然后再一圈一圈盘在圆盘里 盖上湿布 饧上四个小时左右 下锅时 由师傅捏住一根面的一头 不断地跑入锅中 这一盘要有多长 大概有一百米这样 您一天得卖多少盘 一天大概卖三四盆这样的 这个面就是筋斗好吃 现做现吃 端起这一碗一根面啊 这次更惨 连桌子凳子根本就找不着了 最后在这些墙跟前 吵了一把椅子坐着 够筋道哎 这种筋道是摇起来稍微有点硬硬的 有点山西刀削面的那种感觉 一座城市的五藏六府 或许正是那些秘如珠王的小巷 和生活气息浓郁的村落 如果你来到合肥 一定不要错过雷家村和雷家巷 一村一巷 摇乡呼应 不仅满足了吃货挑剔的味蕾 也承载了记忆里的老合肥味道 在雷街逛夜市 除了可以品尝到很多特色小吃 还可以在一些老字号的名店感受传统的美味 臭的 长毛的 腌制的都分别是什么美食 记者在寻访中逐渐找到了答案 灰州臭桂鱼又称腌鲜鱼 它是一道灰州传统名菜 沈光州做臭桂鱼已有多年 它选用的是安徽陆安大约两斤多的新鲜桂鱼 看一下这个鱼肚子是比较小的 它背部还是比较宽厚 肉质就是比较饱满一点 这样吃起来它容易成块状 腌臭桂鱼的调料非常简单 有姜片和葱段 另外要把盐炒变成蛋黄色 花椒 辣椒面 八角也同样要炒出香味 那是不是就是腌臭桂鱼的一个秘诀所在 是的 是的 这样的盐的香味已经成分出来了 很浓的 香味特别浓 有香味 再加上这个八角 浓浓的这个火锅底料的味道 当然 腌制也非常讲究 要把鲑鱼破成两半 吸干水分 再把炒好的盐均匀地涂抹在鱼的各个部位 轻轻拍倒 然后把抹好盐的鲑鱼一层层马放 每层再撒上葱 姜和花椒 辣椒面和八角 要盐4天左右 放在这个17度到20度之间让自然发酵 经过发酵腌制的鲑鱼清洗之后切成段 下锅焯水捞出 把姜 蒜和干辣椒在油锅里煸炒 倒入红油 再加入鲑鱼 酱料和高汤大火收汁 出锅时再加入小葱 姜 蒜 青椒 翻炒 这个肉一加开 它就是有这种蒜瓣状的 臭粿鱼为什么它腌制以后会出现这种蒜瓣状呢 它这个主要是跟腌的食品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腌制好的话 它的自然而然它这个组织 它就可以成为蒜瓣状 这个鱼肉很紧实 很有嚼劲 臭中带香 回上吃鲑鱼 给它回点吃手 能做好吃鲑鱼 那么你才是真的一个 会在一个合合的一味主食 挥粥臭鲑鱼 绝对是让你吃上一口就忘不了的美味 而另外一道安徽名菜也有些臭 甚至还长着毛的美食 同样受到了爱好者的追捧 上好的毛豆腐通过人工发酵 使豆腐表面生长出一层浓密纯净的白色绒毛 把毛豆腐用油煎等到表皮起皱时 以辣椒酱 椒盐作食 这道挥粥毛豆腐就是不可多得的美食 口感还是非常适量的 第一口下去有点像吃那个豆腐渣的感觉 有这种感觉 就是豆腐的清香保留了 而且这种臭味也有 再加上我们蘸不同的酱香调料和椒盐 那豆腐呈现出来的口感在嘴里特别有层次 豆腐香是安徽的腌制食品 相传明朝重臣胡宗宪返回济西时拜访恩师 师母将家中腌制的猪肉平铺于山笋上面 放置在刀板上一同蒸 与刀板一同端上桌 胡宗宪吃后胃口大开 命名此菜为刀板香 意为肉在刀板上切吃是最美味的 有油性 我觉得有点类似后活队的那种感觉 也是经过发酵之后才产生一种特别的香味 肥的部分真的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它比瘦的部分还要好吃 这就是它的特点 对 夜幕降临 雷阶大观的广场上人头攒动 炎热的天气 丝毫挡不住吃货们的热情 大家目天而坐 瞧手一盼的就是一年一度龙虾节的到晚 我比较喜欢吃蒜蓉的麻辣的 小龙虾在合肥人的心里是最少不了的一道美味 特别是在夏天 我觉得在我们的心中 我最后每个星期都会吃个两三顿 这是合肥一家有名的龙虾店 人气爆棚 店内已经坐不下了 在路边只起桌子 大快朵移的点上一份小龙虾 夏夜的激情瞬间就被点燃 这是麻辣的 这是我们家经典的口味 这个虾好新鲜的 一揪下来还有虾黄 是的 这是小龙虾新鲜的一个标志 对 肉白白的 有Q弹的感觉 这个太过瘾了 一盆一盆的 要把这个外壳上面的这些蒜泥都要缩一下 是 很多人也都是这么吃的 千万不能浪费了 对 缩一下 虾黄也是非常饱满的 那这一天能卖多少小龙虾 正常的话三千斤左右吧 如果你觉得灰菜重油重色 想来点清淡口味的话 别着急 在安徽安庆的同城古镇大关 还有一个以水碗命名的美食特产 大关水碗 在安徽是很少见的 秦龙地 途经这个大关镇 茶馆的老板呢 以很少的原材料 以汤水 汤汁 上桌 秦龙地 品尝之后 感觉味道的非常的鲜美 就问我们这个茶馆的老板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菜肴 茶馆的老板随口打汁 这是水碗 这是一个我们大关水碗的起源之一 水碗原料都为手工制作 加工时用的是灰菜中极少用到的手法 汤 汤粉条 用山粉和鸡蛋黄活匀 煎成饼后切成细丝 出锅加上排骨 鸡等原料煲的高汤 汤鱼丸 事先准备的是手工锤打的草鱼鱼丸 汤猪肉 将猪里鸡肉切片 锤匀挂芡 入废水汤 加入少许猪油 盐 姜 葱 汤鸭血 新鲜的鸭血 配上日本豆腐 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滑嫩的口感 汤牛肉 淀粉勾芡 盛姜 保证牛肉的鲜嫩 汤芙蓉片 选乌鱼为原料 勾芡 废水汤 加入盐 胡椒 黄酒 姜等 鱼丸打得很碎 没有一丁点刺 保持了鱼肉原有的鲜美 特别的鲜 再来一口汤 清清爽爽的 非常的爽口 滑 鲜 嫩 这个就是粉条的口感 日本豆腐和鸭血在一起 对对对 稍微有一点点辣 对对对 微微辣 但是一样的爽滑呀 对 因为鸭血它很细腻 对 特别的嫩 因为水碗在我们汇鲜当中也是一个另类 水碗呢 虽然在安徽不多见 但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尝一尝 在合肥待了好几天 记者终于打听清楚了 被市民们尖尖乐道的百年大菜千年大菜 还都和历史名人有关的美食 分别是曹操鸡 包公鱼 红五豆腐 李鸿章大杂烩 和胡适一片锅 曹操鸡又称逍遥鸡 始创于三国时期 曹操鸡采用的是三养两年以上的老母鸡 先用盐 姜 葱 花椒和八角 把鸡腌制四十分钟左右 等到沥干水分以后 高温油炸 外皮金黄捞出 再把鸡放入以添麻 肚种 茴香 葱姜等多种辅料 卤煮入味 要保证酥烂 大概四个小时以上 卤汤是时间越长越好 一直闷至酥烂 肉骨脱离 曹操鸡成片 色泽红润 香气浓郁 皮脆油亮 造型美观 这个轻轻的用筷子这么一挑 肉都分离了 淡淡的 要香的味道 对 非常舒服 酥烂 味道也全部进里面了 包公鱼 起源于北宋 因此采与合肥包合中的一种黑背鸡鱼 人们看到它 联想到铁面无色的包青天包公大人 是包整围观清廉 生活居简的见证 于是送它一个包公鱼的美名 包公鱼选用的野生鲫鱼只有三四两 先把鱼用小葱 姜 盐 黄酒腌制二十分钟 然后再吸干水分 入味 去腥 等到油锅烧热的时候 挂上面糊放进油锅油炸 再用番茄酱 陈醋 白糖勾芡烧汁 淋在鱼的身上即可 糖醋的 酸酸的 甜甜的 这个鱼呢 它吃起来这个刺小的 其实就已经可以嚼了 对 可以炸酥了 外酥里嫩的 很开胃 很开胃 对对对 红骨豆腐 又名凤羊酿豆腐 做法十分简单 只需把豆腐和猪肉馅都合成泥 捏成丸子的形状 再下油锅炸到金黄色就可以了 传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因家境田困靠乞讨度日 一天他在凤阳城内讨了一块酿豆腐 他做了皇帝以后 时常想起家乡风味 便从凤阳将厨师照进皇宫 为他专做慈餐 大部分是豆腐 咬开了以后 加了一些肉末 很浓的豆香味 外皮吃起来像焦溜丸子的那种脆脆的感觉 但是里面又是浓浓的豆腐味 和肥人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 也在夜色中活色生香 走进雷街茶馆 上一曲一压婉转的梅花大鼓 听一段令人捧腹的相声 说学透唱 样样接惊 在丰臭舞台上看尽人生摆态 夜色中摇滚乐简单 有力直白 特别是它那强烈的节奏 与年轻人精力充沛好动的特性相吻合 让人在不断变化的灯光中 感受到速度与激情的魅力 好 接下来就要提出我们今天的消费主张了 本期消费主张板块是由无限级独家冠名播出 养生雇本 健康人生 无限级 到本月20号 也就是8月20号 40天的三福天终于是结束了 但是从初福到秋分季节 这期间是阴阳交替 冷热变化 我们将会迎来最凶险的35天 为什么说凶险 主要是这些时候早晚的温差太大了 所以人们都说早上凉嗖嗖 中午热死牛 这就是典型的出福以后的这种天气情况 一天的话早晚温差最大的跨度 可能会到十多摄氏度 这样的话其实温差太大了 我想对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应该是一种考验 在这种波动情况下 像感冒 腹泻 颈尖 腰 腿疼 包括关节疼痛 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 就容易找上门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晚上要出门 吃夜宵的话 一定要注意温差的变化 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 海滨城市大连 吃不尽的海鲜赏不完的海景 铁锹端出什么样的新奇美味 入口即化的印菜是啥味道 海鲜盛宴里到底有多少美味 海鲜中的书法家又是何方神圣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辽宁的大连它位于中国北端 三面环海 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 大连除了有迷人的海岸风光以外 那里的美食其实也很有海洋特色 大连海鲜的品种非常的丰富 吃法更是别出心裁 大连的夜市上到底有哪些独具特色的美味呢 下期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朋友们 再见